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在这里遵守安息圣日 求主耶稣的赐福眷顾我们 先问候我们灵口教会的长老 直视 还有我们教会负责人 以及我们所谓的弟兄姊妹 小弟是属于板桥小区的土城教会 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灵口教会 请大家多多指教 之前曾经来过我们灵口教会参加 是我们的圣职能源会议跟审查会 曾经来过两次 但那时候都是跟我们小区的人 或是船道用车子载过来 这一次是自己直接过来 所以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说希望跟各位弟兄姊妹 彼此能够来交通 感谢主 今天早上我要互相勉励的题目 是用以利亚求使的省事 我相信各位手上一定拿了一份讲义 这份讲义是可以我们一天都要来讲的 所以说你只要参加上半天 你下半天就不来的话 你要回去休息的话 那你就把这一张讲义带回去 那假如你整天来的 你下午要继续参加 你把这一张讲义也留着 因为我们下午还要继续讲 那为什么我把这一张做一张讲义呢 因为个人有个经验 我们在下面听道理的时候 能够非常专心听道理 时间不是很长 有时候听了十分钟左右 或许你就可能会分心了 结果你分心回来 不知道讲到哪里 这个讲义对你非常好 即使你不知道我讲到哪里 你也大概知道我讲的重点 但在哪个地方 那第二个好处是帮助你笔记 有的有做笔记的习惯 其实你不用做笔记 大纲就在这里头 你只要把我里头有所讲的 有些有相关的见证 你觉得好的话 你可以记录起来 对你帮助 回去以后 你回去有复习的经验的人 你再拿出来看 原来今天领会者 所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东西 你大概就会加深你的印象 那这个题目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年 以利亚先知这一件故事 这不只是我们的幼稚班 幼年班 少年班 初级班 中期班 甚至我们成人的聚会 我们老师 还有我们在座的 所有的弟兄姊妹 大家都熟能详 非常熟年的故事 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熟年 所以我把这一个故事 拿出来作为我们的查考 的省思 相信我们会有一番的 更深的认识 我们先来看列王纪上十九章 列王纪上十九章 在旧约圣经 列王纪上十九章 第三节第四节 旧约圣经四百四十七页 第三节 以利亚建制光景就起来逃命 到了犹大的别士巴 将仆人留在那里 第四节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棵罗藤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子说 耶和华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剩于我的列祖阿门 我们今天就以这两节经节 我们来查考 我们可以看讲义 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从十七章 十八章 十九章 大部分都在讲以利亚先知 这个人跟他所行的 神迹歧视的过程的经过 从十七章这里 让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以利亚先知 他是提示笔人 他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也是以色列人信仰的复兴者 他靠神大有人力 使撒勒华寡妇 知子死而复活 他也大有勇气 曾经一个人 独自在加密山上 跟拜那些偶像 八百五十位假先知 在那边斗法 我们从十八章 就可以知道 是八百五十位 其实是四百位 有四百位是拜亚瑟拉 这个偶像 四百五十位是拜八立的偶像 八立偶像是拜当地的日神 是男神 是风暴之神 那亚瑟拉是拜女神 是生育之神 所以说总共有八百五十位 那这个以利亚先知 靠神 大有勇气 但一个人在加密山上 就十九章开始 十八章那边 开始跟他们斗法 靠神 就打败了这些假先知 甚至一个人 独自向神来祷告 神就使了三年六个月 不曾下过雨的以色列全地 普建纲林 但是令我们不解的是 像他这么样大有人力 大有勇气 竟然在信仰最巅峰的时代的时候 信心却完全丧失了 我们刚才 如第三节第四节可以看到 他软弱到向神来求死 他想到说 我们可以想说 先前在加密山上 那样大有勇气 像拜偶像假贤知 在那边斗法 结果 随着王后耶喜别 说明天这个时候 假如不让你马上死掉的话 就不是我了 这个王后命令 听到他的总统设 他的信心 淡然完全无存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以利亚先知 温风善胆 并且逃到罗藤树甲 向神来求死 是外在的环境的因素 还是内在心理危机的因素 今天我们奉献于教会圣工的所有的圣工人员 包括你 无论你是职务人员 你是宗教教育系的教员 或是你是各股的干部 股负责 甚至是士工系的所有的士工人员 我们教会拆派我们来做这个圣工职务的时候 我们都是非常乐意 当初接到这个聘书 我们都是甘心乐意来为主而做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的起初甘心事奉的心智 就慢慢的消失 成为一种负担 从前那个侍奉的甘田 为什么慢慢的消失 为什么都没有人 这就是一种倦怠感 倦怠感在现在每一个行业 和工作里头的项目 我们也都会有这一种情形发生 那我们服侍圣工的人员 我们带了肉体 我们也有信心高潮低潮 也是不能够避免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圣工人员 我们服侍组的这些侍奉的圣工人员 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 消除已经发生的倦怠感 进而能够重新得利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从以利亚求使省思 我们来探讨 这个圣工人员 它为什么会有倦怠感的原因 以及我们应该有的因因之道 我们从讲义的第一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 见这个光景 我们看着列王记少师九章这个地方 第三节这个地方 一开始以利亚见这光景 所谓见这光景 就是只看环境不看神 凭着眼见 不凭信心是我们人常患的毛病 当然以利亚先知一听到说 王后耶稀别人立下重视 要取他的性命的时候 他竟然忘记了神如何来行神迹奇事的这件事情 比如说他叫那个猜派 神猜派那个乌鸦 喜欢吃肉的这个乌鸦 来雕肉雕饼 来供养这个以利亚先知 等这个基地西旁 去西水枯干了之后 神就拆派这个 这个以利亚先知到这个 这个沙洛法 西顿沙洛法寡故那边 当他来凤阳 那我们从这个 这个列王记上 这个里头可以知道 十八章这就可以知道 他去奉养的时候 他十七章这个第八节 十七章第八节以后 这里可以看出来 神猜派他到 这个西顿沙洛法寡妇家里 让他来奉养 来供养的时候 其实沙洛法寡妇 他的家里 他也只剩下一些的面跟油 本来沙洛法寡妇 他想说吃的最 做的最后一个饼 就跟他的儿子一起死掉算了 没想到说 神猜派这个谁过来 以利亚先知 也要让他来供养 那以利亚去告诉他 说没关系 你就这么做 平衡信心这么做 那这个沙洛法寡妇 他也非常有信心 听从先知 以利亚先知的夫妇 就这样做 把他一点的面跟油 取之不尽 用之不完 做出这个饼出来 让这个寡妇家 还有以利亚先知 渡过这个饥荒 这个年间 这段经文 我们从这18章这边都可以知道 当然他在信心软弱的时候 他也忘记了 神让他大有能力 那一个人呢 不只有能力 有勇气 有信心 有热心 能够在家密山上 一个人能够跟那些 拜偶像的那些假先知斗法 而且把他们都打败了 甚至呢 神也让他有信心 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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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热法 寡妇的儿子 死而复活 但是 他一听到 王后耶稀别 利是一定要杀他 明天这个时候 假如你不死 就不是我 这个耶稀别 听到这个时候 他信心 整个崩溃 他整个淡然无存 所以 他 这时候 以利亚先生 他所想到的是什么 他那我被抓去 我是怎么样 被审问 被逼迫 被鞭打 最后怎么样 是打死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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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 行划 他只想到 那个未来的 不可见的未来 他害怕 所以他逃到 罗藤 树侠 去向神 求死 那我们一个担任 圣公的人员 我们投入 形形色色的 这个 信徒当中 我们本身除了在 社会上 我们个人都有 本职工作 要做 那还要 有时候回来 还要 利用时间来 服侍教会的圣公 投入教会的环境里头 尤其在 信仰跟人际关系的 接触当中 我们有做不完的事情 要等候着你 那你做的时候 有更多的批评 跟论断你 随之而来 起初 你要出来 做圣公的时候 领受神的恩典 接受了这支聘书 很高兴 大发热心 要做主的工 家里的人 不管你的另一半 或是你的兄弟姐妹 甚至你的父母心 都非常支持你 来做这身工 鼓励你要做了 结果呢 后来看到 你做了非常辛苦 做了很辛苦 台语说一句话 做了老干 方向老干 很不值得 所以家里看到 你被人家这样的批评论断的时候 也为你感到不平 本来很支持你出来做圣公的人 他也跟着那些批评论断的人一起来反对你 干脆你不要做啦 干脆不要做 做那么多干什么 不做没事 做越做越被人家论断批评 是不是有这种情形发现了 所以说对你当初 接到这张聘书要做主的圣公司 那个热心的心智都量了一大半 这时候对你来说 你对神当初选照你的这个旨意 也产生了动摇 留下来是满腹了牢骚跟怨叹 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也告诉 有一个使徒保罗 保罗他也是一样 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边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我们刚才那个猎王记上做个记号 等一下我们还回来 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因为有时候圣经记载的 比我讲得更详细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 这里大概是讲什么 讲的保罗为了做主公文 受了很多压力跟逼迫 有时候被吓到煎熬 有时候被人家论断批评 被鞭打 可是保罗他碰到这些压力 跟患难失恶 他都能够承受住 也不像神花怨言 但是我们看十二章这个地方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十二章第八节跟第九节 新约圣经两百五十八页 第八节第九节 第八节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花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人力互批我阿们 从第八节跟第九节上半段这个地方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你为了恩典够你用 我们刚才看了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二十三节二十七节 这里也告诉我们 他受到很多逼迫患难 但是他从来没有 没有像神说求主帮助他 可是在这里 他说出来 他说为这事 他为什么事情 他求神能够离开 把这个赤离开他 这个赤是什么赤 有人说这一根赤是什么赤 这保罗长得丑 讲话粗俗 气貌不扬 言以粗俗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前面第十章 第十章十一节 我们以经解经 看得更清楚 第十章第十节 保罗为什么说向神祈求除去他身上那一根赤是什么赤 有人说就是第十节这个地方 说因为有人说他的性又承重又厉害 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扬 言以粗俗的 有人说保罗那根赤是讲他说他长得很丑 气貌不扬 气貌不扬 言以粗俗的 那另外也有人说保罗那根赤是什么 是他的疾病 是他的眼疾 我们看加拉泰书 参考加拉泰书第十章 加拉泰书 就给你们多后书的后面 加拉泰书第十章 加拉泰书第十章 十三节 新约两百六十五页 十三节 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呼应给你们 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我们跳过十五节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 那时你们若能行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挽出来给我 也都情愿 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 有的人说这根赤就是他眼睛不好 所以他身上有眼疾 有人信心看到保罗眼睛不太好 我宁愿挖出来来给你保罗 当时科技没有我们做现场这么近 你看有信徒印象来 可见保罗的眼睛真有问题 我们可以再看加拉泰书 同样这个地方 加拉泰书第六章 为什么说他的眼疾有问题 加拉泰书第六章 十一节 十一节 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 是何等的大呢 从这你可以看出来 保罗那根赤是什么 有人是说他的眼睛 眼睛不好 所以字要写大一点 信助有的人有爱心 假如可以 我不是把眼睛挖出来给你保罗 可见了保罗 他那一个造成他很大的困扰 但是后面这一句话 我们刚才说第九节上半段 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主的恩典够你用 所以保罗他虽然有软弱 可是他还是很刚强 靠主刚强起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不要只看环境 我们要看神 你只看环境代表你没有信心 看神就是有信心 我们不要忘记 神跟我们同一条船 我们在汪洋大海中这一条船 我们就是跟主耶稣同一条船 这汪洋是代表世界 什么时候起波浪不知道 因为这波浪海是预表世界 蒙古是世界的王 掌控世界 什么时候要来兴风作让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主耶稣跟我们同在 跟我们同一条船 而且他是我们的船长 我们有什么怕的呢 所以我们不要看环境 不要自己看环境 要看神 所以以利亚先是一听到说 王会也许别要杀了 是忘记 神跟他同在 让他有勇气 有信心 有能力 为什么听到 也许别要杀他 突然间就完全丧失 这却是怎么样 有时候看到环境 人家要抓他 害怕 失去信心 有没有信靠神 那我刚才讲到说 有时候我们在胡适圣工 有时候我们会软弱 小弟也愿意把经验告诉大家 做大家的分享 我也是从宗教教育系 开始服侍教会升工 民国六十年开始进到我们宗教教育系 担任这个教员 从少林班 初级班 中级班 一班班人走 教员慢慢 这样一班班人跟 那吸附者跟那个 班户者也有心栽培我们 那我们做一段时间 就慢慢慢慢走到 接这个班户者的工作 甚至当我退伍的时候 接这个系附者 民国七十三年开始接 我们板条教会 宗教教育系的系附者 那我那时接的时候 实在 当一季的教员很容易 当一季的系附者也很容易 当一年就不容易了 为什么呢 以前在当教员的时候 有的课人 一记顶多排你一次至两次 你找班户者 就总副级就排你 你资深嘛 你就让你排 那假如有人不能够来 只有你那班会请你来带他课 可你当系附者不一样 当系附者的时候 不是只有一班 有时候少年班 初级班 中级班 甚至青年班 他都会找你 请你系附者要代班 那时候你会觉得说 当一季一年很辛苦 说实在 我们也有软弱过 那干脆不要当系附者 干脆当教员就好了 不是很轻松吗 曾经有这个 我们说 不敢说求死的意念 但是我们一个念头 辞职的念头有出来 他软弱 我记得我们 土人教会民国七十几年 从板桥教会 分射我们土人教会的时候 分射出来的时候 小弟是接这个总务 那时候很多事情 都是要重新开始 一间新成立会堂 总务非常的忙 因为小弟那时候年轻 所以教会 以前你已经带过 担任过教育的这方面 现在就要你来接这个总务 你来做 说实在 当时要不是我太太 帮忙我 我实在一个人做不乖 而且早期的负责人 假如我们在座的 我们长老执事 比较资深的 弟兄姊妹都知道 我们早期不是像现在 有七股五股 我们只有三股 教务 总务 财务 那个总务 他要做个工作 还有我们现在的会计要做的 我们现在资深的 这个盛职内 你就知道 这个总务还要做会计的工作 他的资信 数务还要做一个 这个会计的工作 倘若没有我太太帮忙我的话 实在做不乖 因为有些 比方说清洁 还有那个 那个插花 这些工作 有时候没有 另外一半帮助我的话 实在没办法做得很好 所以做得很快乐 也很辛苦 但是很高兴 但是有时候听到 那个耳语的声音就传来了 这么简单事情 做得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做到 成为我刚才所讲的那句话 你做了老半天还被人嫌弃 你当然会有那个 有这个灰心丧志的感觉 不如归干 如果当一个平时 你们不是很好吗 干嘛让你们来批评我 可是你要想想看 这就是我看到环境 没有看到神 神今天为什么 让你这个工作做呢 为什么让那长职 能够来 职务会来 来推荐你呢 就是因为神的恩典 你也看得起这个责任 所以神才把这个工作交代给你 我们现在工作上也是一样 不管你是接待 你去清洁接待工作 也是教会的负责认为 你看得起做这种工作 不是做成功 只有在台面上才是做成功 在下面的接待这种 不是做成功 不是 都是一样 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 同样不同的场合 会碰到不同样的 让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 但是那时候我们一定要坚强度过去 因为我们有圣灵 做成功的人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要有圣灵 第二个要品德 你今天能够来担任教会的圣功 你一定领得有圣灵 要品德好 才会被挑选出来服事主的工作 尤其当我们宗教教育系的教员 还是我们植物人一定要有圣灵 就是因为我们有圣灵 圣灵跟我们同在 圣灵既然跟我们同在后 主一定会帮助我们 当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 我们想 主跟我同在 我有什么值得 害怕的事情 批评论断 就从这边出去就好了 就这样过去 所以我们说 以利亚她会软弱人员 她就看这光景 让她软弱人 她只看环境 不看神 今天我们做圣灵 我们要从这边做一个省事 我们是不是要像这样子软弱人 不应该 我们应该是看神不看人 就像我们来教会是看谁 看神来聚会 有的人说来教会都没人向我打招呼 其实教会里头你来教会 你是教会的主人还是客人 你既然是主人的话 每个人来到教会都主动打招呼 你打招呼 大家会回应你 只要你 结局的脾气都没说话 一定要让人家来给你服事 那你当然觉得你好像客人一样 那我们在主里不应该这样子 那看神不看 你绝不会倒下 就不会软弱下棋 其实圣经也是要勉励我们 要拜神 敬会神 信靠神 好 我们再继续看讲义 讲义第二点 告诉我们 起来逃命 我们还回来 列王纪上 列王纪上 十九章第三节 以利亚见这光景 就起来逃命 就起来逃命 遇到问题 逃避是我们人常常采取的方式 圣经对某个人描写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游大叔 游大叔 在启示录的前面 假如你不清楚的话 你从圣经往后面面来欢 最后一简是启示录 启示录前面就是游大叔 游大叔只有一章 这游大叔 游大叔第六节 新约圣经三百五十三页 第六节 又有不守本位 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主用手链 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致的审判 阿们 这里告诉我们 圣经对魔鬼的描写是什么呢 这里告诉我们 他是不守本位 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天使是良善的 他是跟神同在的 但是他离开自己天使的岗位 或者变成魔鬼了 就受神咒诅 就永远被关在这个黑暗里头 那我们看这个羽利 他本来是先知 他听到这个王后也许 别要伤他 他害怕 他就逃跑了 逃跑到罗神处下 向神来求死 是不是就是逃离 他的本位岗位 本位的岗位 就说明他放弃了 神先知之分 放弃了神对他 信靠的心 他对神失去的信靠 对神信靠的信心 所以在仇敌面前 转身逃跑了 这样一逃跑 就使神的名 受了门修 挽回神苦心 要栽培他的用心 我们对所有的圣功能 有没有互相勉励 神也是要栽培我们 借着各种环境来栽培我们 但是我们是不是像 以利亚先知一样 碰到这个人家要杀 困境的时候 转身逃跑 就离开了本位 他先知本位逃跑了 这个就像我们 吴大叔第六节 这里告诉我们 不守本位 离开了自己住宿的天使一样 那逃跑就是 辜负了神的恩典 神本要栽培你 辜负了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在福祉圣公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产生俊怠感的时候 我们会是表面上好像来聚会 可是我们内心 一定失去了当初福祉神的热忱 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 我们参考了哥林多后书 《使徒行传》的后面 《罗马书》的后面 《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11章 《哥林多后书》11章 11章第三节 《哥林多后书》11章第三节 《新约圣经》257页第三节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 所存衣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 阿们 这里上半段这里告诉我们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 存衣 所存存衣清洁 所存存衣 什么叫做存衣的心呢 这个存衣就是存正专衣 专衣存正 对神要敬拜 要信靠专衣的心 存正就是不受外来的影响 所谓眼目 今生 肉体的情意所影响 而受了诱惑 这就是我们要存正的心 就不受肉体 眼目 今生 这个的影响 而受了诱惑 我要讲一个见证 我曾经我在当负责人的时候 当教务负责人的时候 有时候每次排的安排表 晚上的时候 晚上聚会的时候 我都会在会堂外面 看今天 有没有排的安排人 有没有照时间上台来操课 来上来 那我发现有一个弟兄 他每次都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这个情形 为什么 他就是晚上八点聚会来说 他说八点十分才到 为什么八点十分才到呢 他认为说 慧琳唱诗唱到八点 交给领负人也 领负人唱诗 祷告差不多八点十分 这时候 那我是八点十分进来就好了 所以他从 他是从他家 就八点出发 然后到教会的时候 他慢慢慢慢慢慢 从八点十分才 八点九分才上来 从八点十分刚好 没有想到说那一天 正好那一位领负人员 他是不到八点十分 他就开始上台领负 他可能八点七分左右 他就上台领负 他准时就上 八点七分左右上来领负 结果我看没有人 我就请在座子 有没有一个弟兄 他也能够带领负人 请他直接补上去 带他来欢迎 结果假若是你的话 你一定会觉得怎么样 事后一定会对这位 但你领负人 给他说声抱歉 谢谢他 他代替你 你应该说这样的对 结果不是这样子 发生了什么一个情形 他转身就走了 转身就离开 我以为说他去到楼下去休息 在楼下听课 听道理 就不上 不是 就回家了 就不来 你想想看 教会排领来安排 来欢迎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 假如教会圣公花 活泼兴旺的时候 大家抢真的要做圣公 哪有轮到你的机会的 既然这么多人的机会 来厌重你 让你来排你上来欢迎 竟然把他看得 有也好 没有也好 就等于离开自己本位的天使一样 但他苦心栽培你 让人家伤透心了 以后像这种慢慢地离开教会 这是很可惜的 我之前我听到 不多久前 我听有一个传道 他在正道 他告诉 他在命令我们下面的信徒 他也是我们原住民的传道 他在正道 他说 他说在我们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走向这个视讯的这个讲道聚会 大家都很习惯 结果在我们最近 我们在十月中下旬 到现在目前 政府的把这个松绑 已经慢慢有松绑 所以说照理说 大家应该把握实体聚会 来到教会 亲近教会才对 他说 他以前注目过那个教会 听他们的县主向他反映 因为他以前注目那间教会 后来他离开那间教会 改住别间教会 因为他以前跟那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有感情 所以弟兄姊妹有时也跟他通电话 或是赖人跟他讲这个地方教会 听到注目教会的情形告诉他 他说疫情舒缓的时候 安息日来聚会的时候 大家都会来 可是他也晓得说 下午突然下大雨 天气又冷了 所以信徒就向那个父子人讲 下雨了 天气又冷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家里用视讯来听道理就可以了 问人说 也可以啦 不过我在问船道好了 然后他又去问船道 船上说也可以啦 反正你在家里也要听道理 也可以啦 结果信徒 早上本来好不容易 从五月到将近四五个月 大家都没有来聚会 现在妈妈舒缓都应该来教会 结果听他一讲 大家都 下午都没有人来聚会 大家都在家里 有没有在家里 有没有在听 我不知道 当然就没有来 这怎么行 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 他就把我跟那个教会的父人 刚才先讲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好不容易才回复这个 大家都应该实体聚会 怎么可以因为这样的 你就都不来聚会了 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弟兄 他跟我私下跟我赖 在跟我讲 他说 只是我告诉你 目前 我虽然疫情期间 我虽然没有来到教会 但是我都在家里 唱诗 唱赞美诗 或是从我们教会的 人家的林良 圣灵月刊 他看 我都有在 所以我没来教 但是我都在家里 做这种属灵功课 他就告诉我 我就告诉他说 我说 这个 你的观念不是很正确 假若说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你在家里做这种事情的话 那无可后悔 那现在疫情已经舒缓了 你一定要跟教会亲近才对 就是像肢体一定要跟身体要互动 要联合 就像身体要跟头要联合一样 我就告诉他说 你就像肢体 教会的弟兄就是身体 那个头就是耶稣基督 你想身体要是信徒 不跟基督耶稣连结在一起 会有生命吗 不可能的 肢体要是跟身体不联合在一起 会有健康身体吗 你天天运动 只有手部运动 其他都不运动 只有靠这一只手 你全身会得到健康的身体吗 不可能的 是不是 我说给他想说 你的观念不是正确的 难得现在一定慢慢恢复 这个实体聚会 我们要把握机会 要跟神连结在一起 尤其我们来教会聚会 不是只有听道理 我们聚会完毕 还有很多 可以跟私下 可以跟弟兄姊妹 亲切问候 彼此关怀 有时候你虽然用电话关怀 有时候当面跟他谈 有不一样的情形 当面讲跟电话讲不一样 那感受不一样 因为你当面讲 他看到你的表情 感受到你的关心情怀 电话讲的那个 不一定听得很清楚 所以实体聚会能够开放 还是要尽量 一定 不是说尽量 一定要来接触教会 这样才对 才不会像人说 逃离本位 这种先知一样的 所以我们再继续看 《列王记》上十九章 第三点 我们再换回来 《列王记》上十九章 自己一人没有同工 我们刚才从第三节 第四节 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自己第四节 自己一个人 他在旷野 自己一个人在走 他只一个人 没有同工 我们再想一想 我们现在企业当中 再小的事情 我们都要集体动人 分工合作 讲究是团队合作了 工作人员如果不从群体成功 来得到个人成就的满足 你很容易对单调的工作 产生倦怠感 我们想一想 这个野狼 野狼为什么要赶上 赶走这些一群的羊群 他主要目的就是要攻打 抓起落单的那一只孤羊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你假如一个人在做圣工 或是你在社会上职场 也是一样 你只有独白独王 没有朋友 在教会也是一样 你也是独白独王 也很容易让魔鬼来攻击你 魔鬼你抓走了 魔鬼希望你跟大家不一样 有的 有的 自以为自己很有恩事 有的真的很有恩事 很有恩事 像是有恩事的人 他说他什么事都行 人力有强 那时他更不愿意引人同红 倘若他遇到挫折的时候 他也不会找你们 这时候他更会产生失落感 可能对那个环境 慢慢地就失落于胡适圣工的行列当中 我曾经在将近四五十年前 我刚刚出来在胡适教会圣工的时候 在做高一的时候 民国六十年 我担任教员的时候 我自己看到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前辈 我高一他差不多高二 高二高三 他非常有恩事 假如我们有经验 有记得很清楚经验这些前辈你就知道 早期我们教会安排表 或是我们教会有消息 我们不是像现在用电脑打出来非常漂亮的字体 以前早期是用什么 科干板 用科干板 你科好才油印出来 那个安排表出来 那要科干板的人 他一定要怎样 一定是要字写很漂亮的 他才来请他来做科干板的工作 我知道那位弟兄他很有恩事 他会科干板又会弹琴 早期会弹琴的除了传道人以外 大部分都是姊妹在上台的事情 现在最近这二三十年来 慢慢才有弟兄会弹钢琴 甚至有的家长从小来栽培自己 不管是男的女的都栽培他弹钢琴 可是早期没有 早期大部分都是姊妹或是传道者才谈 弟兄很少钱 但是他会 而且他欢语也很好 讲道讲课也非常好 就是这么一个弟兄很优秀 可是教会圣工在发展 圣工活络的时候 他自己的本身就是迟到 所以我们那时候每个人都很希望 每天每个每天 甚至每个晚上都排我 不管是欢迎或是领事 我们都希望我有机会 但是我们要看排的人有没有到 虽然我们固定只有排一次 或一个月减多排一次或两次 一个欢迎一个事情 一个领事 那假如有人没有到的话 那我随便会前唱诗十分钟 那十分钟看到祷告起来 五十到八点 那就是要会前领事的时候 安息日是五十分 五十分到两点就是领事 所以我们看到 你脚没来 不要你脚 也不要故障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就上去了 那是圣工活泼的时候 大家都抢着做圣工 所以我们老师看他 每次看他 他的安排表就排他 我们都会注意 看到他有没有来 没有来 我们就主动上去 我们就主动上去 可是就是有这种 他是不厉害 所以很可惜 所以有时候 服事圣工要同工 要办 互相勉励 才不会孤独 而且在属灵的教会里头 也是要互相勉励 那也才知道 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假如自己以为 自己以为是人 神不会用你 神要用那千别受教的 肯定人家教导的 尤其现在我们 有时候年轻人 要上台练习讲道的时候 我们这些长者 有时候都不敢 轻而易举讲 讲了以后 下面有很多他的家长 他的父母亲 讲了以后 他回去以后 思想给他讲 他知道 回去后告诉父母亲 缓弹就很大 回来给教会的这些 职务人员就讲 不要排我孩子 不要排 都被批评一塌无头 其实也不是批评他 只是告诉他怎么样 比较进步 现在说不得 现在很多有些 我们年轻人都说不得 可是我们早期不是这样子 出来的时候 老师或前辈 告诉我们都很虚心 你讲到哪里 我们都记录起来 下次注意 现在时代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有 那个谦卑受教心 好 我们再继续看 《猎王记》上 十九章第四节 这里说 走在旷野里头 走了一天的路程 走在旷野 就是失去的事奉目标 圣工人员在事奉一段时间 以后 若不 实时自我警醒的话 很容易被周遭的环境所影响 所谓警醒就是警戒提醒 警戒提醒的意思 就是防备自己以免受货 向神祈求来保守自己 有一个见证 有一位老弟兄 他已经将近七十几岁 他是长津团聚的器人 有一次他要对团聚器人讲说 他差不多在两个礼拜 他要跟一些他们的邻居 到日本去交游 去旅游 那教会的人就给他讲 你那边邻居是有我们教会的人 还是都是外邦的 他说都是外邦的 那我们那些长津的弟兄姊妹 就告诉他说 说那日本那个地方 你看那外邦去那边 日本那边 他们一定到那边旅游 一定会招待你 会介绍你那边不当的场所 那个群色场所去走 告诉他说最好不要跟他们去 要去的话 我们可以长津团聚我们自己来找 我们自己来看看 看看大家要不要去 我们既可以出去 也可以去访问日本那边的教会也可以 干嘛要跟他们出去 他说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而且安啊没问题了 我信主已经三四十年了 这个这个诱惑怎么会诱惑得了我呢 他们怎么可能会带我去那个地方 就说带我去那边我也不可能去啦 信主已经三四十年了 信仰非常稳定没问题了 一直跟他说安啊不要紧张啊 结果呢两个礼拜以后呢 他就出去跟那些他的邻居那个外邦人到日本去旅游了 结果呢他去旅游呢 两个礼拜回来以后他也没来啊 再过再过一个礼拜以后再过一个礼拜以后 一个月一个半后大家都没来 大家想说 他这一趟旅游怎么会去那么久了 是不是他回来生病了 或是哪里不对劲了 或是他继续又在那边 继续延期在那边旅游还没回来 所以有人直接打电话去关心他 某某弟兄怎么都没有看到你来 人是不是在家 结果啊他家的人接电话 说他跌倒了 哪里跌倒 犯死罪了 犯第七罪了 第七届了 都不敢来教会了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 失去警戒 一个人在旷野走 失去侍奉目标了 自己迷失自己了 软弱了 结果受诱惑 所以我们自己有时候要当 当自自己警醒 不要以为我自己很坚强 我绝对不会跌倒了 我信主已经三四十年了 我站得很快 绝对不会跌倒了 你越是这样子的话 越会跌倒 我们要谦卑设教 要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 主的灵临我们同在 我们才能够站立地稳 才不会跌倒 这是我们从这里头 让我们知道 一定要求使的这些道理 见证里面 让我们得到一些省事的课题 下午我们继续来讲 后面的这些九个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讲的 我不知道 那是我尽量讲 因为我讲到的是 我尽量讲生活见证 让大家共同分享 能够得到帮助 我们早上正到这里 我们来唱诗 我Ang 但大家